逃亡出版茶会 关心台湾前途的民众挤满会场 彤明敏说出他对台湾的感情 彤明敏于1964年 因发表台湾自救宣言而受军阀审判 最后被置于终身软禁 24小时受监视 五年后他逃出台湾 戏剧性的过程 重要的使用料都写在书中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出席新书茶会 谈到了总统马英九即将兼任国民党主席 又是一次说话不算话 就做得那么难看 是要挤党政一切大权一生 对于是否将组律师团声援 陈水扁前总统苏贞昌这么说 我没有接到任何这个消息 组长这次 谢谢 谢谢 组长还有 虽然是出面挺民主前辈彭明敏 崔真昌免不了记者对时事的犀利提问 民事新闻彭仲晏谷高树台北报导 高杰公开六年